痛みよかんちろー 痛みよかんえろー 痛みよかんちろー ヘイザ 你还有心情隔着呆着呢 我们的维收抓捕计划怎么样了 还咋呢 刚把一尾弄大手 拖拖拉拉的怎么做事情 我们可是这个世界的变革者 伟大的月之眼计划会让我们成为世界的神 你们现在正是奋斗的年纪 所谓少壮不努力 长大可可使 可恶 被他撞到了 不许你这样说长门哥哥 你知道无理哥哥有多努力吗 他昨天发着100度的高烧 还在坚持给守贺书尾巴 前天顶着鱼忍村12集大暴雨 还在雨中练习自己的演讲稿 什么演讲稿 我要在整个人界发表演说 正好你也在这儿 帮我听听我这稿子写的怎么样 いたみよかんちろー いたみ 文稿完整 逻辑通帅 感情略评 好了言归正传 其他尾首什么时候到位 别的好搞定 但是八尾九尾比较难搞 八尾所在的云忍村 一大堆肌肉猛男绿林好汉 带头大哥一看那两片小胡子 就知道是大佐级别了 强功的话肯定伤亡惨重 久违所在的木叶 听以大吉说也是高手众多 他再三叮嘱我不要惹开面馆的 别惹农眉穿紧身衣了 别惹鼻子上带杠和翻白眼的 我现在可谓是寸步难行了 以大吉那个翻顾仔的话 你也能行 老陈用人了 他就是不想让你动木叶 你赶紧去把这两只尾首豪过来 你这么牛你咋不去 呵呵呵呵 我这不是还没到极数不方便露面吗 上次去木叶挨了水门老师一发丸子 到现在还没恢复呢 稍等我接个电话 喂小迪 喂 他这鱼染村信号真差 配子你的手机 好像是二次人间大战的时候 自来也送你的吧 多少年了 早该换了 你咋不早说 喂小迪 刚刚信号不好 啥 你在被木叶那个酒尾 还有复制忍者追着打 你们先聊着 我先去神威空间里睡个午觉 啥啥啥 啥 你要准备用分身自爆 那两个人有那么强吗 你自己小心点 好先这么说 挂了 啥啥啥 我去 大战